单法还是双法 双法 还是单法 欢迎欢迎来的小咖 这期是关于摩卡湖的教程的视频 去年我做过一期 今年我肯定要做一点进阶版的 为了做这期视频 我已经连续喝了一个星期的摩卡湖咖啡了 小伙伴可以先猜一波 就是做这种摩卡湖咖啡 我们能控制以及调整的因素有哪些 跟手冲咖啡完全不同 摩卡湖它不能控制水温 因为只有把水壶烧沸腾有压力了 才能从下壶到上壶 它也不能很好地控制萃取的时间 因为咖啡叶完全到达了上壶之后 基本上萃取就结束了 那就像手冲那样的粉水笔 也没有办法在摩卡湖上很精确地实现 因为摩卡湖的水量它只能在泻压阀的下边 所以说在制作的层面 我们能控制的因素也只有咖啡豆的研磨粗细 以及粉量的多少 还有一些是我们要用新鲜的好一点的咖啡豆 中度或者是中度偏深一点点的咖啡豆比较好 不要用太深烘焙 容易脆焦 对于摩卡湖来说 咖啡豆研磨得太细 它容易过脆 焦苦 研磨太粗 它有萃取不足 酸色 所以说掌握一个好的研磨度 极其重要 合适的粉量 以及研磨度 萃取过后的粉饼 它比较完整 它不干也不湿 接下来我用两种不同的摩卡壶 都是比勒蒂的 一个是单法 一个是双法 来教大家怎样制作一杯自己喜欢的咖啡 这个时候一定有人问 就是说单法双法有什么区别 其实单从外观上面来讲 其实差不多 盖子不一样 下壶不一样 双法的壶里边多了一个金属的阀门 制作咖啡的时候 同样的粉量以及粗细的咖啡粉 放在这两种壶里边做咖啡 双法它的萃取压力更大 萃取力会更高 萃取出来的咖啡的物质也就更多 所以说我们看双法的cream会更丰富 它更适合制作牛奶咖啡 如果你喜欢黑咖啡 我个人更建议用单法 然后双法的你看 是有一个小的胶圈的 它里边就只有一孔 当你吹的时候 你明显能感觉到它是有阻力的 大家可以听一下 吹的时候还是比较重的 但是单法的这个你看它里边就是空的 你吹的时候它是没有阻力的 就很容易就能吹出去 接下来时间我会用双法来制作一杯拿姐咖啡 然后单法来制作一杯黑咖啡 这里我来做一个调查 就是你们平时用摩卡糊做咖啡的时候是做纯黑咖啡 还是会加牛奶做成牛奶咖啡 今天我会用到奶泡的搅拌棒来大发奶泡 因为我用的是1-2人份的摩卡糊 所以说咖啡豆我用13克的 不要用太多也不要用太少 我觉得13克刚好适合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分量 烘焙度它也是属于这种中度的稍微偏深中深一点的 不是特别甚烘焙的 这里盐魔度我给大家一个参考 太磨的手磨的话大家可以用13-16格 那1K在5格 那Cafet Kona像这个我用的1是最细的 鬼尺小富士和国产的小飞马都是1 这个我其实仅供参考 因为每个人用的磨豆机 它的磨盘的调校都会有一些误差 先磨豆子 哎 没插上电吗 然后下壶的水呢我放到100克 就是说用13克的咖啡粉放100克的热水 我用的是热水 因为我想让它效率稍微快一点 当然你可以用冷水 其实13克的咖啡粉呢放到这个粉碗是刚刚好合适的 完了之后呢就是可以把它抹平 大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这个时候呢把上壶和下壶拧紧 因为我用的是热水 所以说我用这个毛巾垫一下 这个地方一定要拧紧啊 要不然的话它会有压力的话它会渗水出来 好 然后接下来我就直接开到这个这个炉子的二档的大火 因为用双阀的这个摩卡壶呢它最开始会出来一点点的这个咖啡的液体 就是会比较淡的这种咖啡液体 那这个时候呢要再稍微等一下 但是不要降火 或者你用火炉的小伙伴你也不要减火力 如果火力太小的话 它下壶的压力会上不来 那咖啡它可能就会萃取不出来 好 这个出来的时候呢我基本上就要把它拿下来了 因为它已经萃取完毕了 摩卡壶咖啡已经煮完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把它火炸的稍微小一点点 然后煮个牛奶做一个拿铁 接下来呢我打奶泡 然后倒个大概200毫升左右的牛奶 放到炉子上加热 大概就是四五十度的时候 我开始用这个大奶棒来打 OK了 来 试一下 然后呢因为奶泡稍微有一点点厚 我会捞出来一点 倒到这个拉花缸里边 然后这是刚才煮的这个摩卡壶 然后放到这个杯子里 摇晃一下奶泡 让奶泡融合一下 我觉得拉花还是要稍微站起来一点 这个做的有点难受啊 这样 来 好 尝一下这个味道 很香醇 融合得很好 它虽然说不像是你用一式咖啡机做出来的 但是呢它的这个整个香酮度表现的还是非常棒的 那下再用单法的 我再做一个黑咖啡 那单法呢 我建议用到的这个研磨度啊 要比双法的要稍微粗一点 钛模的手墨呢 我建议16到19 EK用到8 鬼池小富士 国产小飞马 和这个咖啡的坑呢 我会用到2 那这个研磨度呢 它是比手冲的研磨度要稍微细一点点 那水量呢 我用的比单法要稍微多一些 这次我用120克 让萃取出来的咖啡液要稍微多一点 那后面再加水做成黑咖啡 喝起来就很平衡饱满 咖啡粉依然是13克 它的这个粗细度稍微粗一点的原因 然后所以说呢 你放到这个粉碗里边呢 看起来就比粉量细一点的那个时候呢 要多一点 因为同样的粉重 然后呢 你粉越粗 它的体积会越大 然后炉子放上来 煮单法的时候呢 等它的这个咖啡液出来了之后 我会把炉子关掉 然后呢 让它在这个炉子上 再稍微多加热5到10秒钟 我再把它拿下来 煮双法的时候呢 是咖啡液出来之后 我就立马把它拿下来了 因为单法的这个研磨度 我用的比较粗 再加上它萃取的压力 也比较低 它萃取力就会低一些 所以说呢 我让它多煮一会儿 好 这个时候我先关火 等5秒钟 把它拿下来 就OK了 那最后我再说说清洁啊 清洁除了这个下壶啊 平时的这个滤网用完之后清干净 里边还有一个胶圈的这个地方 也是需要清洁的 把它给取出来 然后这边呢 也是一个小的滤网 你看它的这个颜色呢 会就是由之前的白色 变成稍微有点这种咖啡色 大概两三个月 你们可以用那个专门清洁咖啡的 那种咖啡粉 用热水泡一泡就可以了 尝一下这个黑咖啡 我整个这个平衡度和饱满度 喝起来是满圆润的 这个杯子呢是300毫升的杯子 把它加到大概9分满 那这个浓度呢 喝起来就刚刚好 就跟我们自己平时喝的那个美式 其实有点像的 希望看完今天的视频之后呢 大家能在家里边制作出来一杯自己喜欢的 自己满意的摩卡湖咖啡 那如果有帮助到你 求赞求转发 求一键三连求关注 我们下期见 Cheers